课开始 我想给大家开场白了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们读过的第一本的书卷 是哪一本 就是说你 对 从这个基督信仰 产生兴趣 或者是说你刚受洗 那你 你的 开始读的一卷 圣经是什么 我个人 我刚 我刚受洗的时候 我刚受洗的时候 那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问教会 我现在诺福教会受洗的了 那我第一个受洗的时候 我先说那我要做什么 那我就问牧师 牧师跟我讲说 就开始学习读经祷告 那我的情况呢 读经跟祷告 如果祷告那个时候 现在还是 就是祷告其实对我来讲 是这个挑战性比较大 我说读经读经 那读哪一篇经 那我也问 那很有意思 就是说大部分 我遇到请教几个人 然后后来 也是在一些 牧师的讲道里面 也有提起说 读第一篇书 你就从马可福音开始读 从马可福音 那我那时候也不了解了 我就这样做了 那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是第一次读的时候 那个震撼性是蛮大的 震撼性蛮大的 那所以我想说 不知道你们第一卷的 读的圣经的书卷 是哪一本 也许大家也可以交流交流 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那所以我用这个做 这个马卷福音 对我来讲 是有一些个人的一些 一些意义 因为这是我所读的 第一卷的 圣经的书卷 那如果现在别人来问我说 我要开始学习读圣经 那我要从哪里开始读 我也会跟人家建议说 是从马可福音 开始读 那为什么呢 因为马可福音 其实它有蛮大的特色 不管你是从福音的宣讲 或者是说是从文学的角度 那甚至是那种 现在用语音视听的角度 其实马可福音都很好 而且它一开始 它就是直接切入的主题 那我们在这堂课里面 我们马可福音 一共16章 它不长 它不长 一共只有16章而已 而且呢 它的描写是一开始 就直接就带你进入 耶稣的生平的服饰 这个是马可福音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 它跟其他的福音书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它是这个action pack 一开始就是动作片 如果说你用电影的比喻来讲 它比较像吴宇森拍的那种动作片 而不是像是那种台湾的拍的 像那个台湾那些导演 就是放得很慢 然后慢慢去想 慢慢去想 像李安的那种电影 大部分是这个样子 我用这样做一个比方 那他们四本福音书里面呢 就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马可福音一开始呢 就直接就是 马上就进入耶稣的服饰了 那不像是约翰福音书 或者是像马太 跟一开始就讲耶稣的家福 那路加呢 就是把前面的铺陈 很长一段时间 他从这个 这个世袭约翰 他还没有出生之前 就开始讲起 然后讲蛮多的 那个约翰福音又不太一样 约翰福音里面 他介绍的很 他讲了很多都是 跟神的关系 跟上帝之间的这样子 甚至带来很多哲学性的思考 那麦福音不是 他就是 这个动作派的 也是官到底 他也没有讲耶稣的出生 那他呢 也没有像说 像马太福音 讲那么多耶稣的教导 那他没有这个八福 他没有登山宝训 他这个 一开始就是讲耶稣的一些动 他的服事 他的受苦 好 这是他一个特色了 所以我想说 如果说有人要想对福音 对圣经有兴趣的话 我会先介绍 介绍说 用马可福音 先来做一个洗头 好 那讲马可福音介绍之前 我们等一下先讲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 这个题目很大了 那我实际简单的 把它整理了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以基督徒来讲 我们是相信说 圣经是神 直接的启示 而且由圣灵 爱领 感动人 所书写成就的 那 这个 有一个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说 在 你看这所有宗教信仰的书里面 讲到他们 圣经是唯一本 就是说直接的讲说 这是神所说的 那就是神所默示的 所教导的 而不是人所体会的 这是 他自己本身就这样讲 像在提摩泰后书里面 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导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一个宗教的 一个经书上来讲 他是 直接就这样讲 就是说 这是神讲的 我们下一个slide好了 然后呢 他的经文里面 就直接这么讲 像刚刚读到的那个经文 他直接说 这是神所讲的 第二个呢 他这个经书里面 有讲到预言 在所有其他宗教书籍里面 大部分讲的是 远古远古 然后有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到未来 的话就是怎么样 讲的未来 其实都是回到原来 所以是一个 是一个圆弧性的 大部分的 这个宗教信仰 都是回到 远古 那 圣经的一个特别定点 就是说 神所预言 神会这么做 将来会怎么样 然后 有没有完成 然后以后会怎么样 比方说摩西 他是 他这个是做带领 那个 那个犹太人 被带到埃及 然后说是 会被 救赎出来 会带领 出来 或者是像是说 这个 犹太人被掳 那 但以理就预言说 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他预言 以后以后 以后会有什么 帝国的这个产生 这都有实现 所以他本身 这一点来讲 他是一个 宪福 安宪 讲到 以前就讲到 后来会怎么样 然后他讲到 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他是一个 这样子 一个逐步的完成 逐步的完成 这个跟其他宗教信仰 包括说是 是佛教 或者是说 像 神道教 或者是 印度教 基本上都是 这个也是很大的 不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圣经 一共有66点书 那 39本 这个旧约 27本 27卷的新约 他中间的 完整性跟一致性 是一连贯的 就是他中间没有冲突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因为 如果说摩西是 3500年前写的 就是 就写的这个 摩西五经的话 一直到新约的话 新约的作者 可能在 在 在 在西元100年 这 这其实相差 已经是将近 快要2000年的时间 所以 可是能够维持 这样的一致性 跟完整性 所以 这是很特别的 所以 我们是相信说 圣经是神的启示 那由圣灵 感动人 所书写 那最后讲说 感动人 所书写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中间 有人的成分 就有人的参与 在这神 所做的工作里面 所以圣经的作者里面 你看他每件书 其实也都有反应 除了神所讲的之外 他也有反应说 是那个人本身的一些特性 像保罗所写的书信 你读到保罗书信 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保罗的个性 那我们的这个马可福音 我们在读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感受到 一些作者的一些特性 或者是 他的一些感受 就是说 这个作者 我们讲是马可 那中间就会显出来说 马可 他的一些写法 可能他的个性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显现出来 彼得 使徒彼得的一些个性 那马可福音 马可在后来的 服饰的期间 主要是跟彼得配合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再讲下去好了 好 那我们就进入了 我来稍微讲一下 这个 我们初代福音的传播的过程 初代福音的传播的时候 其实耶稣基督受死复活 以后 再跟门徒一段时间 然后升天 然后升天 然后给大使命 那 教会 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 教会被建造 那个五行节的时候 教会被建造 然后 开始在 在耶路撒冷传福音 然后再 一步到索马利亚 然后 在撒马利亚 然后到 一直一直传 到我们现在是 直到地级 那一开始的时候 包括使徒 所以他们所讲的 本身就是带有很直接的一个权柄 或者直接的一个像证人一样 那你也不会去怀疑 那到的六十年以后 现在六十年到一百年 这中间呢 那大概就是 我们现在新约的书卷那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那已经完成了 从口传到书写 这中间其实是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呢 有它的时代性 也有包括说对基督再来的领受 也开始有一些转变 那所以说在后来才产生这样的影响 那马克福音的书写与流传大概西元 我们讲说是六十年到七十年 为什么六十年到七十年呢 这段时间最主要是彼得在罗马的教会 治理 这是他是罗马的教会 那马克呢是彼得的 算是可以彼得的同工了 然后也是教会的传说是 他也是彼得的翻译 那彼得的翻译 那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 所写的 我们继续下去好了 所以我们下一个slide好吧 讲神牧师 OK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马可这个人 马可这个人 圣经里面 就是说这个四个福音书里面 其实都没有讲到作者是谁 他们就是讲耶稣 耶稣在世上的福事 然后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说 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讲到作者是谁 那像保罗的书信 那保罗的地方就写说 这是我所写的 看我写的字那么大 这是保罗就直接讲说这是他写的 那四卷福音书里面 其实都并没有完全的讲说 至少是文字里面 文字里面没有讲说这是我写的 这是谁谁谁写的 就是就这样递出来 然后教会为什么会说是 后来把它取名叫马可福音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 从教会当时的口传的传统跟传说 后来有文字的记载 所以这应该是马可写的 那当然在学术上来讲 很多人还是会有争议 会有觉得说应该不是 或者是因为不是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在我们教会的传统里面 是这样子相信 这是马可 马可所写的 那马可是谁呢 马可是谁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位马可 马可在他的服饰的时间 可以主要分为三段 第一段差不多在西元30年 到40年左右 30年到40年左右 就是说在耶稣升天前还是后 那那个时候 一直开始到西元40年左右 所以你可以讲说他这个是一个 这一段开始 一开始的 在教会里面的服饰 或者教会参与 有人是说他有见过耶稣 算是也是同一个时期的 但也有一些教会传说是说 马可呢 其实并没有见过耶稣 这是一个争议点 那但是呢 马可的母亲应该是有见过耶稣 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 第十二章里面 就有提到说 马可的母亲叫做玛利亚 那玛利亚呢 还蛮有钱的 他有房子 那在十二章里面描写说 彼得和约翰被在传福音 在耶路撒冷 然后被挖去监牢里面 然后在监牢里面呢 天使来了 就是奇迹发生 就把他从监牢里面直接带出来 然后带出来 要带去哪里呢 这边有讲说 就带到这个玛利亚的房子 就进去了玛利亚的房子 那玛利亚呢 就请其他的这个门徒一起过来 然后这个宋战神的奇妙作为 十二章里有这样一个描写 所以呢 这个马可的妈妈 是玛利亚 你说那个时候 他可能就是在 已经有在服侍过耶稣 而且有见过耶稣复活 那马可本人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不管如何有或没有 那么那时候马可 应该都还蛮年轻的了 那马可呢 约翰马可 约翰这个名字 是犹太人的名字 约翰 是犹太人的名字 就像耶稣的门徒 约翰这样一个名字 那在当时是蛮普遍的 一个犹太人的名字 那马可这个名字 就不是犹太人的名字 马可这个名字 其实是从拉丁文来的 是Marcus 所以呢 他是有拉丁 那他是有拉丁的名字 罗马人的名字 所以那判断就是说 马可这个人 可能是 有受过相当好的教育 那家境大概也不错 家境大概也不错 但是呢 他是犹太人的出身 所以他又叫约翰 又叫马可 又叫约翰 又叫马可 那 那 教育传说是后来 马可在后来一段的服饰呢 其实就是有用到他的背景了 他的背景 的这个 这个 这个罗马人的名字 还有 还有他的希腊文 跟这个拉丁文 他变成 彼得 最主要的翻译 可能是彼得讲到 他翻译 或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给我们一些 很多想象的空间 所以马可的出身的背景 是这样子 然后马可呢 在马可福音里面呢 有描写了一个人 这个 这个第十四章里面 这是在 其他的福音书里面 没有写到的 就是 约翰福音也好 或者是路加 或者是 马太里面 约翰十四章里面 有提到一个年轻人 这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就耶稣基督 在受难前 被抓那个晚上 在赶南山 圆子里面的时候 那个 犹大 这个家的人犹大 耶稣的学生 是出卖了耶稣 然后带了罗马人 到这个园子里来 在抓耶稣 那时候呢 有一个年轻人呢 就披着 披着 披着 好像床单一样的东西 在那边 然后看到人家来抓了 他还紧张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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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 就跑了 还 还两节 这个描写这样 这样一个少年人 这样一个少年人 那 有些教会传说 就是说 这个人呢 其实就是 马可自己 这个马可福音呢 马可福音呢 这个 其实就是 他的身影 在这边出现 那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 蛮 蛮 蛮 有意思的啦 因为 因为 有另外的说法说 其实 这是个年轻人 听到 听到耶稣 最后的祷告 耶稣 祷告 在 约翰福音里面 有描写说 耶稣去祷告 然后叫他门徒 跟他一起去祷告 而门徒呢 都全部睡着了 然后耶稣的祷告 又有人听到了 耶稣说 父啊 说这杯 这杯 你可以 拿开 的话 但是是照你的意思 不是照我的意思 有人就说 就是这个年轻人 听到的 这是 给我们的很多 想象的空间 那我们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有一天知道 我们到 到天上 跟马可相遇 我们可以问清楚 到底那时候是不是你 我个人是喜欢 用这种情况来 来读圣经 因为圣经是很火的 而且很多人在里面 而且很多人 他的一些遭遇 不管他是 软弱的时候 或者是坚强的时候 可是一个圣经 很大一个特点 说跟他其他宗教 或者是文学 或者传记来讲 他常常显出 人的软弱 他不忌讳 写出来 人的软弱 什么人想到说 马可 这个年轻 少年人 他就衣服一丢 就跑了 溜了 我是觉得 有一些这样的了解 跟这样的想象 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我觉得是 对我个人觉得 更有帮助 更火 对我个人来讲 我不是说他一定是那个人 提供这个想象的空间 给大家去想象 好 我们来讲下一个 圣经里面还有提到 马可这个人 他就是 再来就是说 在西元40到西元50年 这一段的话 就是 保罗和巴纳巴 教会受迫害 从耶路撒冷 到撒玛利亚 然后很多人 跑到去 这个安提亚 在安提亚的时候 基督徒第一次 被称为基督徒 然后后来 巴纳巴被拆派 去牧养 去了解 教会当时 那时候的情况 巴纳巴就去了 巴纳巴去了以后 就是这些人 需要教导 所以他跑去大树 去把保罗带到这个教会 然后他们两个一起 在那边牧养这个教会 教导教会 一段时间 那可能一两年 有他们圣灵的带领说 要出去宣教 出去宣教 保罗和巴纳巴 当然只是安提亚 最重要的教会的两根大柱子 竟然被拆派出去 这是圣灵的工作 然后他们就出去了 出去的时候 有谁红寨 就是有 有这个约翰·马可 约翰·马可 他就是跟他们一起去 所以他是第一次宣教旅行团的同工 第一次宣教旅行团的同工 这是在使徒行团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描写 约翰·马可 那个约翰·马可 他本身也是 巴纳巴的 教会传说是巴纳巴的亲戚 巴纳巴的表弟 巴纳巴的表弟 然后这样一起出去 可是第一次旅行的时候 有发生一些状况 就是说 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 在这个旅行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 到一个地方 我现在名字就想不起来 约翰·马可 说他要回去 耶路撒冷 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团队 然后这个事情 这个让保罗很不能接受 可能觉得他软弱了 或者怎么样 当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行的时候 他和巴纳巴又要再出发 巴纳巴要带约翰·马可一起去 保罗拒绝 保罗拒绝 让马可一起来 他觉得他来了 可能会把事情搞砸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说不欢迎他到这个 这个不道团里面来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保罗和巴纳巴产生真实 然后最后他们决定是 各自成立团队 各自去做宣教团 那保罗就和希拉组成团队去 巴纳巴跟约翰·马可就组成团队 往另一个方向去 那《十五行传》里面的描写 就没有讲到说 巴纳巴跟马可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纪录了 只是说有提到 但是后来的那个叙事的重点 都一直是讲保罗 那所以巴纳巴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被保罗所 然后他第一次保罗成功 后来呢 他先行脱队 后来第二次宣教的时候 被保罗所拒绝 然后保罗 保罗和巴纳巴 甚至因为他而拆火 其实这是蛮大的事情的 那这事情的后来呢 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些转折 巴纳巴的这个绰号就是和平之子 他跟保罗的决裂 我想也不是说那种很恶行恶壮 应该就是说我们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继续用 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那我们就是分开一起各自去做 所以是基本上有看法的不一致 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 后来呢 后来继续的发展呢 其实是很美好的一个故事了 后来保 那个约翰马可 后来是在跟保 跟那个彼得同工 跟彼得同工 那他跟那个保罗的关系 有没有互合 其实是有 保罗后在后来的书记里面 有几次都听 提到这个约翰马可 然后对他有讲好的话 然后也对他 马可所做的事工 里面他都有提到 在保罗书记里面 有提到 所以这本身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满美的一个过程 那也是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常常也会提到 他们这样的故事 保罗跟巴拿巴 还有跟约翰马可 他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在服事当中 其实在教会服事 我们都会遇到 我们意见不同 或者是看法不同 或是个性不同 然后我们可能会产生增值 但是如果说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我们看法 我们可以彼此接受 彼此的不同 那我想是这个过程 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 应该也能够像保罗和巴拿巴 和马可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想这是一个满美的故事 那在跟彼得同工以后 彼得在后期 最主要的服事的地点 是在罗马的教会 罗马的教会当时已经变成是 所有教会里面可能是最大的 因为最主要原因是 罗马是当时世界的中心 至少西方世界的中心 那也是最大的一个城市 罗马当时的城市 就是有三十万到五十万 是一个相当大的都市 相当大的都市 那马可是在那边看彼得做同工 那彼得很喜爱他 甚至就是说 在他彼得的书信里面 有提到马可 他这样称呼马可 他说是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马可 我的儿子约翰 然后就是说 裁派出去的时候 其他教会要这样看待 约翰马可 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个 圣经里面有直接提到的 关于约翰马可 那我们对他这样一个profile 对他这样一个人 有这样一个认识 那个新生牧师 他帮我做的这个powerpoint 我们感谢 他这边发现了很多历代的 这个马可的画像 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不知道 我看起来都是蛮有学问的 而且蛮坚毅的样子 又给我们一些想象 OK 所以马可其实在教会的服事 因为彼得的书信 还有因为是罗马教会的关系 其实他是 他的影响力其实或者是被尊重 也被接受 那彼得拆拍他去其他教会服事的时候 就是说这是我的儿子 这是我的儿子 马可 所以马可是一个被教会所接受的一个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人 OK我们继续下去 这样的速度怎么样 会不会很凌乱 OK好谢谢 哎呦时间快没了 我要加快了 OK我加快了 我加快 OK那好 教会早期就认可 那那个这本书呢 其实是 这本书呢 其实 其实 我们要讲马可福音这件事情 教会在很早期的时候 就已经认可说 这个书是马可写的 包括一些早期的一些重要的教父 像帕比亚 他是在西元115年左右的时候 他说他写的书信里面 有提到马可 然后有特别提到说 马可是 彼得的门徒 然后 是这个马可福音书 是他所写的 这是帕比亚 然后 再来 晚几十年 克里门 后来的厄利根 他们都讲到说 这是马可所写的 所以基本上 是教会的这个传统里面 是认定说 马可福音书 是马可所写的 好 我们继续下去 那 新约27卷 正点的形成 就是我们现在所对象 有一些基本的条件 这当然形成的原因 也有一些背景了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 我们看他们继续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讲起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 基本上成为正点的一个条件 正点是什么意思 就是canon 这个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衡量的准则 所以说是 这27卷会成为正点 是因为被 使徒 被教会 所衡量出来 这个是 正点 这是 这是属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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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里面 可以共同被接受的 一个 一个正点 那他有一些条件 一个 第一个说 作者必须是使徒 比方说是像 彼得前人后书 像 保罗的福音书 那 这是一个 那必须是使徒 所以为什么说当时 那个保罗的书信里面说 有人挑战说他不是使徒 这个这个就有关系了 因为如果他不是使徒的话呢 他写的书信 别的教会 只可以 可以做 做参考用 彼得呢 在彼得的书信里面讲说 说保罗所写的那个是 神的话语 叫他是 叫信主 要接受 这中间其实 跟保罗 有没有广被接受为使徒 是一个 其实是有影响的 那保罗说自己不是使徒 所以他所写的东西 有他的重要性 然后彼得 算是endorse了 比如说 彼得是背书了 所以保罗所写的 所以保罗书信 是这样成为正点 那 再来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 使徒的门徒所写的 包括谁呢 包括像马可 马可是 算是被认为是 是这个 如果他没有见过 耶稣的话 也可以称为说是 巴拉巴的门徒 或者是说是 彼得的门徒 是他们是直接的 就是这个 或是路加 路加 可以算是 是保罗的一个门徒 所以基本上 这是一个条件之一 关于耶稣基督的 那个道理 真理 不偏差 为什么会有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在 关于耶稣基督的描写 文字的描写 在教会 在保罗还在的时候 彼得还在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东西 已经关于耶稣的一些流传 跟著作 已经开始产生偏差 比方说 像诺斯底派 他们基本上 这个耶稣是不是 不是人 就是一个智慧 是一个来到人间 不是个人 不是人 完全的人 所以这个 真理是偏差的 所以 那当然是 也有一些 关于耶稣的描写 其实是用这个角度来写 像诺斯底 像那个 有一个福音书 叫做 Thomas 多玛福音 多玛福音 他是用诺斯底 角度来写耶稣 所以 这个后来就教会 不接受 他是 正典 虽然 他讲的是 耶稣基督 还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 是描写说 耶稣 还小的时候 就可以 有神迹启示 在埃及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 什么什么什么 关于那个 教会是 没有把他接受 说是 是正典 第三个 合乎历史 并能够验证说 原初的真实性 就是说教会 这个东西 它变成正典是 教会广为接受 这是 27点 正典的 形成 所以 这是属于 这个教会历史里面 或是关于圣经的 这个整个 形成的一些过程 然后还有一个 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当时很多的 信徒 已经有偏差 有点 各取所需 这种情况 跟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常常 有些时候 也还在做这种事情 就是说 这段圣经里面 描写的耶稣 我喜欢这段圣经里面 所描写的耶稣 我好像很难接受 好像很多人说 什么 他是什么 同名玛利亚所出生的 这个不可能吧 也有这样的基督徒 我预告 就是各大各取所需 所以 当时正典的形成 是这样的原因 然后马可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接受一位 一个福音的正典 关于马可福音 还有其他 蛮好玩的 我们可以以后 再继续讲 那 马可福音的 写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时候 一般的黑车桌 可能是 西元6465 为什么西元6465 因为那时候 可能彼得 就在那时 死的前后左右 因为这个书卷 有太多彼得的生命 太多彼得的样子 然后 也有一些教会传说 是说是 这个书卷 其实不是彼得写的 是马可写的 但是彼得跟他讲的 彼得跟他讲的 那不是彼得 叫他写的 而是他去问彼得 说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把他写下来 所以 所以彼得 殉道可能是那个时候 那个关键点就是说 彼得的殉道的时候 刚好是罗马皇帝 尼路 那个尼路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一个皇帝 那他呢 他喜欢搞戏剧 那搞戏剧呢 他最要有一个特殊效果呢 他结果焚成 烧罗马城 烧罗马城以后呢 他把这个 这个架获于 基督徒 那基督徒开始 受到帝国的直接的迫害 甚至当时很多人在经济场 死了很多人被绑在柱子上 然后放上面把他涂这个焦油 然后点火变成火棒 那那一段时间 彼得可能在那个时候死的 然后教会推断说 可能马可福音的书写 大概是那个时段 我想这个是有一些历史的考据了 不过就给大家一个背景说 这个福音书写的时候 是在教会开始受迫害 这个是蛮关键的 因为这个跟后来 在马可福音书里面 所描写的耶稣的受苦 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马可福音书里面 写了很多的受苦 受难 这个弥赛亚 神的儿子到世界来服侍 受苦 被拒绝 被定死 然后再复活 所以这个也有他的 可能有他的影响在里面 也不一定了 也不一定了 好我们再看看下一个 那可能是笔子寻到全头 OK 圣经书卷的第一本 我回到前一个好了 圣经书卷的第一本的这个 这个 书呢 新约里面 据推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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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了 应该第一本是 前面的书卷都是 最早出现 在教会流传的是保罗的书信 那像加拉太书 可能就是第一卷 全部第一卷 那 然后所以 马可福音书的成立 其实是已经在 很后面的 比起其他的书卷 然后 他的时间的急迫性 第一个是 有几个 使徒已经日渐凋零 就是说 慢慢的慢慢的 有一些使徒已经过世了 就是说 所有这边所在使徒 不只是说是这个 十二个使徒 而是当时的 有见过耶稣的人 已经 已经开始在凋零 所以 有些东西 靠文字记录下来 一开始是靠口传嘛 如果说 不记录下来的话 怕会越传 或者开始会有偏差 而且其他的文字 也有可能会开始出来 讲的是不太对的 然后可能是短卷的 短短短 不是一件数 就是 就是关于耶稣的这个流传 你开始 必须要有人写下来 再来呢 就是 当时教会对 耶稣再来的时刻 已经 有太一样的思考 以保罗来讲 你看他开始所写的书信 到后来所写的书信 你可以感受到说 保罗在讲的是说 他可能 他在世的时间 耶稣基督 不一定就会马上来 这是很大一个分水灵 从耶稣升天以后 的教会 一开始 他们的期待 他们的认知 就是说 他们在世上的时间 耶稣就会再来 耶稣说 我来的时候 不知道 可是当时 他们是这么的想的 所以很多的 他们的决定 很多他们的 所作所为 其实都很多的急迫性 想说 马上就来了 马上就来了 可这个时候 开始想说 有可能 如果耶稣 不是这个时候来 那 这些人都不在了 怎么办 然后 再来就是 开始教会 所有罗马帝国的 一个迫害 所以 他的背景 他其实是有 这样的急迫性 所以马可 福音书 第一本的福音书 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下一个好 那马可福音书的对象呢 主要就是 罗马的教会 罗马的教会 当时已经的成员 已经不只是 犹太人 甚至是 多数是外邦人 都是说 非犹太人 我这么讲 外邦人很可能是 各地 罗马帝国 各地的人 跑到这个罗马去 这样的一个教会 然后第二个呢 他就是说 他写成之后 就是这个书卷呢 就被广传到 其他的教会去 其他宗教会去 所以在很多的教会 其实都有 说到这个书卷 用手抄的 一卷一卷的 这样子 说过去 为什么说保 那这是第一本呢 因为他 像在 路加 路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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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路加福音 其实跟 鼠的行政是 整个 长信 那 那里面他提到说 路加有 有 有 有读过 已经关于耶稣著作 然后他去详加考察 那 很多人 就是推 推演 所以说是 路加所讲的 这个应该是 马可福音 当时的一个 然后 OK 我们继续下去 马可福音的一个 书写特色 就是说他 他是罗马人 文章叙述特色 就是 短很快 很准 就是很直接的 action pack 那 这跟 跟罗马当时的文化 跟罗马人的个性 有关 那其实这种 这其实是有点 帝国 帝国特色 那 现在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人 想说 就 straight forward 你要跟我讲什么 what's the point 这是个 蛮像的 那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是 其实跟那个时候 是 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这有机会 我们在 在 在这几个课中 有机会 我们在聊这个 然后 第二个呢 他是一个 隶属性的叙述 就是说 他讲的 他不是 他不是讲一个传说 他讲说 这个发生的 什么发生的 什么发生的 然后 他说 他是以耶稣为中心 就是Christ center 就说以耶稣为中心 他整个都只讲这个 就只讲耶稣 说的什么 做的什么 然后呢 耶稣 他的言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马可的福音的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他把耶稣 耶稣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他把各式的 每个人的回应 做得很详细的描写 他想要 写的是回应 而不是说是 一些很长的叙述 那比方说 比方说像什么样的回应 像这个邪灵的回应 像这个 犹太人的回应 像这个 法利赛人的回应 祭司长的回应 或者是外邦人的回应 百夫长的回应 各式各样的回应 所以 马可福音的特色 就是他们的回应 在这么 短的一个 耶稣的一生 耶稣的四公子里面 他用蓝多的文字 比例上来讲 他人的回应 或是各方的回应 或是魔鬼的回应 都是很 描写比例上很大的 然后他的文学上 的特点 就是他很简短 很直接 文字略选 粗糙 就是说 有人批评说 是这个 马可 这个可能 这个希腊文不好 所以写的蛮 就是不是那么 粗糙 至少跟 跟这个 路加比起来 还差蛮大的 跟路加福音 比起来差蛮大的 另外就是说 马可福音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你在读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这个作者一直 把一个问题 在那边 摆在那边 就是 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 尼赛亚 然后 再来呢 再来就是你的问题了 你要不要接受 你可以不接受 你也可以接受 但是说 他就把这个 你读的过程 就是说 这个一直出来 这个一直出来 而不像是 其他的书卷 其他书卷会让你 带进去很多的 一个了解 跟感受 比方说像 马太福音 进入家福 你说你是犹太人的话 你就进去 你这个就可以 做很多的 这个 思考 就是停在那边 思考这些事情 或是说 耶稣的教导 你讲登山保训 可是马可文 就不做这个 他就是 然后感觉说 你接受 或是不接受 就像他里面 出现的人物一样 他们都接受耶稣 那你接受 接不接受 OK 那 但你主题 耶稣是几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然后他里面呢 也有显出 这个使徒彼得的 一个特性 就是说 为什么有人说 他跟彼得 所写的福音书一样 因为 第一个就是说 他这个蹦蹦蹦蹦蹦 这个 跟彼得的个性很像 有人是这样说了 就是说 他那边描写的 这个 那这个 耶稣做了这个 然后立刻又做了 这个蹦蹦蹦 一直下去 这个跟彼得 那个个性很像 第二个就是说 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 都有写到 是彼得的好 有写到彼得的坏 但有写到彼得的好 就是说彼得的 怎么样 后来 回转 比方说 其实像这个 这个 约翰福音讲说 这个彼得跟耶稣 这个 还有这个 耶稣跟他说 你爱我吗 问了三次 彼得这样的回答 在这个 马可文心书里面呢 你所看到的彼得 基本上是 你不会喜欢的 一个人 基本上就是说 关于彼得的好的 就都 都没有 都省略掉了 好 那 那 那 我觉得蛮特别的 我觉得蛮特别的 那有点说 是因为 可能彼得在描述中间 已经有影响 那 again 这是给大家去猜想 我给大家去 一个想象的空间 好 我们再细细下去吧 我们要 进入今天的本文 那我只剩下 五分钟 不到 OK 好 我们就开始来讲 马可福音 我们今天会讲到的 经文里面 我们是讲到 马可福音的 第一节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 起头 这是我们的 和尔本 我们最重用的 和尔本的 一个翻译 那 新一本呢 写的是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 开始 这个开始 然后在日本 的翻译呢 日文的翻译里面 他们最 常用的是 新共同义 所谓新共同义的意思 就是说天主教跟基督教 所共用的一个圣经翻译 在日本呢 你是天主教也好 你是基督教也好 对一般日本来讲 都是一样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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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基督徒 他没有 没有像在西方世界 把那个 分得 分得 比较开 那像我们和尔本呢 我们是 基本上是 这个 所谓新教 就是 就是 分正教的 这样的一个翻译 那 中文里面 其实也有 天主教的 中文 中文圣经 那 那 那 我也 我也 鼓励建议大家 去看 不过他像 像他翻译 他不是马可福音 他是 他是马孔福音 马孔福音 他不是马可福音 那 那 马孔比较接近希腊文 马可比较接近 拉丁文 那 我觉得我们可以 我们去看 日文的 这个说 基本上是 讲说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是福音的 起初 这是 Kaminoko 耶稣基督 那 King James 英文的 这个King James 讲是说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然后 NIV 是The beginning of the good news about Jesus The Messiah The Son of God 你可以看得出来 说中文的翻译 或者是说 东方的翻译 比方说是日文也好 英文 中文也好 它的翻译是 反过来 是先把结尾放前面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福音的起初 英文的话 是起初 有关于 这个好消息 或者福音 是关于耶稣基督 是弥赛亚 是神 原来希腊文的 这个 其实很值得 大家去思考 它基本上 就是讲说 是这个 起初 福音 就是 然后是 耶稣基督 是神 的儿子 我们下一页 基本上讲 就是这几个字 现在编排 不像那么多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slide 起初 我不会念 我不会念希腊文 这个就是 有人认为 可能会 下次有人 同学中 也会念的 帮我们念的 也是很美的诗 它说是 Archie Beginning 是起初 然后耶稣 然后基督 然后神的儿子 所以基本上 这一节 就是这几个字 摆在一起而已 那我们可以 慢慢去想 慢慢去想 好 那起初 这个Archie 这个起初 是一个起头 是个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是一个开始 什么的开始 我们看下一节 所以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说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福音 的起头 是什么 和尔本 你可以说 这个是一个开场白 像有些人翻译的时候 直接就是 开场白 甚至在讲解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是开场白 然后底下 就是来开始讲 但是你也可以讲说 这一段 其实呢 是整个福音书的 一个标题 从第二节开始 一直到十六章的 最后一个结束 其实是一个注解 就是说注解 第一这一段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像这样子的 一个解释 我个人是比较像 像这样一个解释 因为这 这也不是一个特例 因为在其他的 圣军里面的数据 也有这样的形式 比方说像在创世纪 的第一章 开始 就起初 起初 神创造天地 God created a world 然后从那个开始 一直到创世纪的 这个 最后的这个 五十 五十几章 其实都是 是同一个 讲的是同一个事情 就是关于神的创造 约翰福音呢 其实也是 这个样的形态 约翰福音一开始 就讲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那这个其实是 很像很像 跟这个创世纪 或者是跟我们 马可辉 其实是很像的 那个 那 我是觉得说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 好好的 好好的来 把它当做一个 这样一个情况 来 来 来 那我们就花一些时间 把这个 这几个字 稍微讲一下 第一个 福音 这种中文的翻译 叫福音 那 那一文翻译 讲好消息 就是基本上是好消息 可是它 它这个是有背景的 一开始这个 Evangelion 就是说 在希腊人的使用 是一个圣战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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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报 就是打圣战的 一个捷报 最直接一个例子 就是马拉松 马拉松战争 战役发生的时候 希腊人打赢 然后拍这个 这个通报兵 一路跑 跑回到 这个 这个雅典 然后到雅典的时候 它就 花了一个捷报 花了一个 Evangelion 然后 它就倒下来 就死掉了 所以这种 马拉松 现在跑步 马拉松的由来 所以 它的本身 一开始是用 这个 捷报 战胜战的 捷报的消息 在罗马帝谷的时候 这个 Evangelion 又演变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 黄帝呢 在颁发 喜讯的 诏书 比方说 黄帝派什么 去攻打 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然后 打赢了 然后这个 黄帝颁发了一个诏书 或者说 黄帝这个 登基的 可能新的 黄帝上来了 他颁发了一个 新的黄帝的 一个诏书 那他这样 颁发的时候 再来就会 显示 这个黄帝的恩典 或者是 黄帝的生日 像是 奥古斯都 耶稣一个 一个 耶稣出生的时候 那个 奥古斯都 他是 罗马影响 最大的一个黄帝 那个凯撒 他在位50年 那生日的时候呢 他就颁发一个 诏书 这个 Evangelium 那诏书一颁发的时候 通常呢 这黄帝 也会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 他会减税 或者是说 减少 服劳役 服苦役 甚至会有一些特色 一些特色 所以 这个 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专有名 特别的名词了 而不是只是 好消息 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是 福音 或者是好消息 可是基本上 Evangelium 这个词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但是在马可福音 在写这个的时候 其实也是变成一个 教会的一个 一个特别的名词了 比如说是 这福音就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弥赛亚 到世间来 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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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杀 复活 然后再拯救 而且将会再来 所以像保罗 在格林多前书 15章里面 他用很长的篇幅 讲到这个福音 一直讲到这个福音 所以在当时教会来讲 这个福音 已经是一个 Evangelium 一个特别的名词 一个特别的名词 可是这个其实是有张力的 因为 Evangelium 你看讲到一个捷报 那个皇帝的招书 这个其实都是跟政治 跟那个 都是有张力的 如果说你今天是讲的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罗马的帝国皇帝 怎么想你 你是不是跟我一个 一个权力的挑战 是不是一个权力的挑战 所以这个很 你还小的时候 不是个问题 像开始教会 刚开始传的时候 不是问题 可是当人数多的时候 然后你说你们传的是 Evangelium 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有人要来做王 而且查一查 真的是这样子 你们那个信的 那个叫耶稣的 当时就是说 他死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说 他是犹太人的王 所以这个有张力的 我们时间不够了 我要继续讲下去了 以后再讲吧 关于这个翻译的事情 然后耶稣是一个 很普遍的名字 他是一个 这个耶稣亚 这个字来转变 然后就是 神要拯救世人 从罪里面拯救世人 一个描 耶稣跟其他 耶稣不一样的地方 是什么呢 很大的地方是 耶稣的名字 是圣灵所命名 是马赖福音的 一章二十一节里面 这个天使跟 跟约瑟讲说 你要娶 马利亚 虽然马利亚 是圣灵受孕 就是你要娶她 但是呢 你不可以 把她命名 这是 犹太人的 儿子的取名字 是爸爸的 天父的权利 可是 你不可以 她去 是 是 圣灵 要取这个名字 所以 这是蛮特别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 他是一个 真正活在地上的 一个人 叫做 拿发的人耶稣 所以我们来讲 耶稣 基督 神的儿子 所以这个耶稣 他是完全的人 在世上的一个 一个身份在 完全的人 然后是基督 基督就是 基督是从 从这个希腊文的 Christos 来 改来的 所以 意思就是什么 受高者 也就是 弥赛亚 他是个救世 有多大人所盼望 我们这以后再讲了 我们下一刻 就会讲到 这个关于弥赛亚 那我们在 那时候再多讲一些 再来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这个是很特别的 神的儿子 我们再下一个 Slide好了 神子 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上帝的儿子 上主的儿子 这几种翻译 这中文的几种翻译 因为很多不接 不是认为 这个用神 来代表 我们的上帝 是觉得不太好 不是那么特别的好 那有的人觉得 是用上帝的儿子 比较好 有的人觉得说 上帝也是翻得不太好 那有的人觉得 用上主 那大家可以去想 神的儿子 有几种的 我们在世间 有关于 所谓神的儿子 有几种的想法 第一个呢 就是等同于神 或是稍微 是神 但是稍微低一点点 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是觉得说 人 那个人等同于神 就是埃及的法老 埃及的法老 是等同于神 那是比神 稍微低一点 可是他不是人 他不是人 那我们现在 比较近的例子 中国其实古代 也是这样子的 在商朝的时候 商朝的皇帝 像宙王 他看自己 是等同于神 比神低一点点 然后 现在的话 日本的天皇 日本的天皇 他没有信 他只有名字 然后呢 在日本的 这个神道 这个系统里面 这个天皇 其实是等同于神 所以他每年 他有固定的时间 那个是 要跟神道教里面的 那个天神 是要结合 要结合 所以日本传福音 不容易 跟这个其实有很大的原因 也相关的 因为天皇的在 然后神道在 然后每个地方 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神色 日本去到哪里 就要盖神色 盖到哪里 这个台湾的例子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是看等同于神 那另外呢 还有什么样的 关于神的儿子呢 那个看法呢 就是说 中国开始在 在周朝就 被周朝革命掉以后呢 周朝的观念就是 基本上是 君权神授 就是说 已经不再是神了 但是呢 这个治理权 这个政治权力 军事权力 这个所有的权力呢 来源的根基呢 是从天而来的 不是从人 是从天而来的 所以他的这个 所谓的神子 就是天子 天子这个观念就是说 君权是天寿 天子 这个天子就已经 不是是人了 可是说是 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可是不是神 那另外还有一个 对关于神的观念 就是说 神和人的界限 是永远分开的 你不能被夸越 什么样的人这样想 卢太人这么想 教会当时的 耶稣那个时候 刘太人是这么想 现在刘太人 也还是这么想 还有什么人 这么想呢 就是 回教徒 伊斯兰信仰的人 神和人 这个中间 这个界限 不能被跨越 那耶稣因为他 称他自己 是神的儿子 他是因为这个罪名 被祭司长 定罪 定为死刑的 因为他自己承认 他说 他问他说 你是神的儿子吗 你是弥赛亚 神的儿子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然后犹太人 就撕裂以虎 说你看他说 这个亵渎的话 然后把他定了死罪 犹太人不能 不能不能 不能把他执行死刑 最后来把他教育 罗马人教育比较多 原因就是说 他们这个界限 被跨越掉 然后这是 我们的信仰 跟神的儿子 这个事情 跟其他世界上 各式各样 不一样的神的儿子 观念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是很特别 特别的地方 这也就是福音的本质 为什么说 马可一开始讲说 是起初 福音 Evangelium 是耶稣 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性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门徒因为 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 到世间来 带出我们的罪 因为这样子 我们也可以成为 神的儿女 我想这是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基督信仰的 你看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些 关于神的儿子 这种观念 我们这样的观念 其实是很特别的 我想这个就是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那我们可以因为这个信仰 成为神的儿女 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 就是时间到了 那我先发个作业给大家 发个作业给大家 不行大家在 找机会能不能读一个马可福音书 就要朗读一遍 大概两个小时 那另外呢 也鼓励大家 能够尝试翻译一下 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 我个人因为有这样的尝试 我就说真不容易 然后 可是呢 也帮助我更理解 更理解这段经文 说是福音的这个本质 跟他们那个宝贵 那有机会我们下一次 我们再聊 我们下次再来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